我跟黃國昌有吵架過嗎?沒有 有!也不是吵架他罵我啊 然後我罵回去 中間經歷中間有一個我們共同的朋友啊 就是陳明文的事情 他很生氣我也很生氣 很久以前他生氣的點是說 這個人你到底懂不懂這個人啊 你怎麼會讓他去找你拍照片在那邊PO啊 啊我的點是那時候嘛 我說啊都認識啊 總統府的賀明 蔡英文 我講這個事情 他們有民進黨團有叫他來跟我解釋嘛 啊你總是要讓人來解釋 我的立場是這樣 啊其實我們雙方都沒錯 但是陳明文就 他也沒跟我講他要PO那張照片 他馬上就PO了嘛 所以 那時候就是因為這樣這件事情 就是這樣子 然後後來事實證明 他後來就挖了很多料嘛 越挖越多嘛 我就開始XX民進黨 就越挖越多嘛 就是館長你看 在辦那麼多接見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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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他咧 他跟你講什麼選民服務你信喔 他都拿很多資料給我 我看了都傻眼 哇 十幾次 哇 通通都保和會 哇 從他幫眾到會長到什麼的 到幹部什麼的 我也不知道 就一堆 他都在辦 都他辦的 我看了這傻眼 我說哇這民進黨啊 這我挺他啊 這怎麼民主自由啊 天啊這麼黑啊 反正那時候你傻眼就對了啦 怎麼這麼黑啊 那時候你真的傻眼 所以 我跟很多民進黨 民進黨支持者講 阿管今天會變成這樣子 真的 是真的是 以我的經驗是跟大家講 這民進黨是真的是 裡面真的黑啊 你說你以為他們 他們我還認識 也太剛好了吧 那你想想看吧 你被開槍 被開槍那群人都民進黨認識的 都民進黨在照的 他們找 人去關說 喔 什麼的 找人去弄司法什麼的 都是這個 都是他們背後都是這些人 我真的看了會傻眼 今天也有收到那個 柯智恩 我收到好多 我也有收到好多好多好朋友的月餅 對 賴清德沒有 賴清德沒有 不要啦不要一直講誰啦 其實蠻多人的啦 民進黨的也有啊 蠻多人的啦 不用刻意去 講 國昌沒有啦 他怎麼可能會送我月餅 他就不是這樣的人 他就是一個 他哪有錢去買禮啦 算了啦 算了啦 他就是一個正義的人 他不懂的這些好不好 他只希望 他是正義的 正義的人不需要這些東西 他不跟你走這個的啦 因為他正義你懂嗎 你懂嗎 他沒有這個 他的觀念就是 我覺得他 就是把政治做好 就是對我最大的禮物 就我們支持他不要讓我們丟臉嘛 喔 其他什麼人情事故都變 他有時間願意來我這邊吃飯 我都很開心 也不要說誰請 啊我有在賺錢嘛 啊他又沒在賺錢 他賺那個什麼X錢啊 立法委員 他請一堆助理還貼 算了啦 他是真的 我跟你講他真的是做 理想的 以政治來說 我不知道別人 黃國昌來說 做買一送一的 什麼叫買一送一就是 他的薪水都還貼下去請 他有一個協會 他真的是 很辛苦啦 錢都花在這個鬼東西上 今天他以他的名氣 以他的能力 他隨便去掛幾個 光電公司的法固 一些什麼大老闆的法固 他根本不用那麼辛苦 他年收入幾千萬 幫一些有錢人開庭 以下他的名氣 我跟你講真的 他賺個幾年可以了 可以收起來 他那麼辛苦幹什麼 在那邊跟你咆哮幹什麼 他沒有辦法嗎 他的名氣在台灣 法律界 他沒有辦法去掛嗎 就是這樣子